PLG梦想家啦啦队副队长鲁如最近在PLG的比赛中 有球迷用恶意的角度偷拍私处 他也强烈的谴责偷拍的人 更指出在照片中右下角蓝色衣服的人 不知道是不是在偷拍他们的底裤 他说一般坐在这个位置的球迷 如果想要拍照都会直接叫他们 不明白像这样的迷之角度 球迷到底可以拍到什么 鲁如同时也呼吁大家要尊重表演人员 啦啦队亲民不代表可以不被尊重 当下也有其他球迷把偷拍的情况反映给球团 球团也马上做出了妥善的处理 表示如果下次再看到这样的拍摄方式 真的会不客气 而梦想家球团也发表声明指出 近期主场赛事发生在场边应援期间 有球迷用不恰当的角度进行拍摄 球团基于保护女孩的立场 立即报警处理 也呼吁球迷要理性的支持 如果有不当的行为 球团绝不宽带 也有权利要求离场 限制未来不得再进入梦想家主场